那是不是所有的商販都進去西灣河街市賣東西的呢? 還是有很多是好像搭木屋在外面做些排檔的呢? 因為當時西灣河街市的規模不是很大 不是很大 只是海鮮比較多 那些雜貨的檔都很少 全部都是海鮮 那些雜貨的檔就在街市的旁邊 就是在街市的西邊 那裡有一塊空地 空地上面有很多的大排檔 那些大排檔就是好像飲食大排檔差不多了 但是那些大排檔就是賣那些雜貨了 衣食住行的雜貨都有的了 但是大部分都是那些跟隨港用的那些 那些食物有關 就是這個意思了 那至於這個街市的近東那邊呢 就有幾間那些木屋 那些木屋呢 也都是賣一些雜貨這些東西 其中一間那些木屋呢 就是賣棉胎的 這間店鋪是很特別的喔 那你在街上走過的時候呢 就看到這間店鋪裡面 有些技術的那些工人在床上來彈那些棉花的 就是說那些棉胎呢 就要鋪在那個木板上面 那一個工人就彈 用一支好像弓那樣的東西 彈鬆掉那些棉花的 那這間店鋪是很特別的 哦 這樣的 那就變成棉胎當時都是定制的喔 譬如說我下一點點訂金 那接著他就幫我彈好了一張棉胎 那接著可能過幾天或者過兩個星期就去拿 是不是這樣呢 當時 沒錯啦 沒錯啦 那他賣棉胎又要講明多少斤的嘛 賣了多少斤的棉胎啊 那他就照你的訂單 他就來和你彈一張棉胎 就給你一些線鋪緊它 那整張棉胎就沒有被袋的了 那就交給你 那這些是當時的工業來的 就是手工業 輕工業的一部份來的 是很有趣的 這些東西 哦 那真的很有趣喔 那萬事通鬆鬆那時候呢 就是你在西灣河那麼長時間呢 那你有什麼難忘的經歷 可不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 那裏一定有很多東西 是令你難忘的一些故事啦 是吧 那當然最難忘的就是日治時代 至到和平那一段啦 就是19大約是1944年啦 那麼上下啦 至到1945年就和平了 1940年8月就和平嘛 那所以這段和平了之後 都有很多難忘的東西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呢 日治時代呢 那這個太古船路就是軍事重地來的 去修理一些軍艦那些東西的嘛 所以到那個大約是1945年的時候呢 那些盟機啊 頻頻來空襲 頻頻來空襲啊 很多人怕的 炸到 那麼那五條街啊 就是太古員工宿舍的那五條街啊 泰安街 泰寧街 泰康街 泰庫街 泰庫街 泰祥街 泰祥街 那五條街 最近太古船路就是泰祥街 最近太古船路就是泰祥街 泰祥街對面就是波地 波地就是球場 那些盟機來炸呢 有很多時期 那些炸彈就下了去球場 那很危險 是的 沒錯啦 那離開的泰祥街不是多遠而已 就是這樣 落了球場 因為泰古船路經常被那些盟機炸嘛 那所以呢 這五條街裡面呢 泰祥街已經是 當時戰爭末期已經是十七九空的 沒有人住的 完全沒有人住的 最多是一條街只有十戶 八戶在那裡而已 那泰寧街 泰庫街 泰庫街就多一點了 那泰庫街又多一點了 然後去到其他那兩條呢 就比較多些人 那當時的情況呢 就非常之恐怖的 非常之恐怖 那阿叔 你那時候是住哪條街的? 那當時最初呢 我就住在泰庫街 跟著就來和平那樣了 那已經是差不多是定了那樣了 那泰庫街就和人家一起住 所以就比較擠迫一點了 所謂擠迫者 當時每層樓都住三四十人的 你是說每層樓是幾多間房的 每一層 一層樓大概是可以說三間房 大約三間房都是屬樣的 三間房都可以長型的 可以大約是 我想三間房 前面那兩間大約是兩張床 十二 十二呎 十三四個長途啦 那個房子是 十三四呎啦 那寬就是六呎多那樣的 三間房 另外還有一些空 還有一些其他的床位就是床位了 床位了 隨房和廁所是另外外面的 那當時那些人呢 因為空走得很厲害 太長街 太富街都沒有人住 就是十七九空 每個人都搬去太安街 安寧 安寧 泰寧街 然後就太康街 被人多人住一些 都快和平了 那時候已經是大局已定了 那些人就開始走去住那些 沒有人住的屋子 那些空屋的所謂 空字的空 不是吉空的空 是空字的空 就是霸的那些空屋住 那時候的情況 可以說是沒有網管的 任你就是包屋住的 但是巴士包屋 那些屋就沒有窗門 就沒有門的 就是只有一個框 窗門就沒有門 門也都沒有門 那你那些人 就是沒有了框 就是沒有了框 就是只有一個框 就是變成了自出自入 是不是呢 沒錯 自出自入 那通常那些樓 既然是空置那麼久 那每個單位 都塞滿了些垃圾 好話不要聽 死屍的都有的 那相當恐怖 相當恐怖 尤其是地鋪 尤其是地下那個ground floor 真的很多人害怕的 很多人害怕 什麼都有 你說得出都有 正如我所說的 死屍都有嘛 所以你真的霸 就真的是驚心動拍的 哈哈哈哈 你也再說 … 我自身 穿的 在 穿的 對 生